本台消息 8月23日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斯塔默通电话 习近平祝贺斯塔默就任英国首相 习近平指出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 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 应该以长远和战略眼光看待两国关系 秉持伙伴定位加强对话合作 以稳定互惠的中英关系造福两国和世界 中国致力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希望英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 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战略部署 中国将加快发展新制生产力 推动新型工业化 这将为包括英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多新机遇 中方愿同英方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开展平等对话 增进了解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金融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 深化人文交流让互利共赢成为中英关系的主基调 斯塔莫祝贺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巴黎奥运会取得优异成绩 表示发展更加紧密的英中合作关系符合双方长远利益 两国加强经贸金融教育清洁能源医药卫生等领域合作 有利于促进各自发展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英方希望同中国加强各层级各领域接触对话 推动两国务实合作和机制性交流取得积极成果 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发展长期稳定 具有战略意义的英中关系 英方愿同中方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沟通 为维护世界安全与稳定做出贡献 我愿重申英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立场没有改变 习近平指出 中方高度重视英方关于加强接触对话的愿望 愿同英方保持各层级交往 推动中英关系行稳致远 共同努力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